无尽藏 是来自佛教的一个说法 意思是佛得无边无尽作用于万事万物 我一直很喜欢这个概念觉得它足够包容吧 然后这次做23年的一个回顾展的时候呢 就觉得这个主题最适合 就可以足够包容这个丰富的维度 无论时间上还有内容上面 这23年其实回头想想我一直感兴趣的还是形象和身体 那这些人呢其实基本上都还是生活里面的亲人啊朋友啊爱人啊 他们在我生活里其实还是最重要的到现在看 其实真的我们时代发展生活各种各样的变化 在每人身上都会留下痕迹 是这些痕迹形成了这些形象 把它们描绘下来 然后永远定格 好像这些人不可能天天在你面前 但你要看上这些话觉得他就永住了 感觉永远留在历史里 或者留在记忆里面吧 传统原始自然的这种生存 到现在工业科技虚拟世界越来越多的比重在日常生活里 作为一个具象的尤其是以人物肖像绘画为主的艺术家吧 我觉得如果你尊重现实 就要认可现实变动的 平时我喜欢观察人 盯人的眼睛看 喜欢发现一些独特的人格 独立的性格 这些让我很感兴趣描绘在线这些人 这些身份 甚至混合一些人在新的形象里面 去塑造一个混合身份 我觉得起码是我经历过的时代 我想尽量地多元包容 从我能处理到的古代的 到我现在能处理到的网络和二次元的 我希望都能做一个融合 尽可能 它是一个穿越的平行观 就是因为你的人生是有限的生命 但是在你有限的人生里面 我们不想活在某一个时代 其实任何潮流里边 还会有新的潮流 但每一个潮流里面 肯定会留下那么几个 它是可以超越这些 不同时代的局限 时代具体的特点 那就是这个东西 本体是不是真的是好作品 其实这里面还是有一个普世性的东西 你可以什么都不知道 它就是好作品 完全用你的眼睛直观的感受 很感官的判断 它就是好作品 其实很多时候感觉自己 在潜意识的这种世界 就活着似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很难活在现实世界 就是你设恐 不善于跟人打交道 是这些局限让你 只能活在工作室里 而不是说你多艺术 然后那些 活的障碍 还有那些想象力 对于生活里不能消化的部分 一些经验 是因为这些你解决不了 所以只能放在创作里了 那些感觉 是人爱的 是人爱的 人爱的 是人爱的 也就是人爱的 和人爱的 人爱的 为人爱的 这些 Ris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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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